经典新潮香港新玩法 刚前一段我们介绍了很多香港新的景点饭店 那接下来进入第二个主题 电视墙来看到要开始进入艺文的部分 艺文有什么样的玩法呢 我们先来经典开始 带我们去的是天后庙 小胖哥 这个算是非常历史悠久的经典 也有新玩法 香港不只有经典的历史建筑 也有百年老店的翻转新生 这是要带大家去最乐闹的地方 庙街重现最经典的现场 请看美食 当然小妈祖 香港人也爱拜妈祖 所以我今天带你来九龙地区 规模最大的天后庙 来去祈福一下 所以人家电影里面常讲的 庙街原来就在这里 这里不但是香港经典必玩的行程 也有最新的祈福方式在这里 等什么 马上来体验一下 走 座落在油麻地的这座百年历史天后庙 一旁就是热闹的庙街 里头不只祭拜妈祖 还有清朝留下的古董可以看 因此每年香火鼎盛 而且在这里不只拜拜 特殊的求好运方式 更是吸引许多打卡人潮到访 哎 整艘船不知道怎么贴呢 那我要问一下咯 贴船头求什么 学业满进 学业猛进 那如果贴船员呢 工作顺利 工作顺利我需要 那我贴船员 那其他呢 贴船身求什么 财温亨通 财温亨通 我需要我需要我需要 那如果贴船尾呢 全部都顺利 啊 早说嘛 早说贴船尾了 拜拜祈福之后 出个门拐个弯 就可以看到庙旁 还隐身着一间书院 在这里可以轻松看书 还可以买些文创小物纪念品 店里一切都采完全自助式 因为人在做 神在看啊 哎呦 哎 小邦哥 书院门口总有个米达啊 来到庙街除了拜拜以外 还有一个经典的特色 小吃特别多 哎呦 所以接下来就要吃东西咯 对 我来介绍你一家 德国米其林的云吞面 吃起来 香港不愧是国际美食之都 到处星光闪闪 感觉不用走太多路 就有米其林推荐的 美食名店可以吃 店内座无虚席 这家生意也太好了吧 德国 德国 超过70年的老味道 连续5年 米其林推荐你生家名吞面 这么厉害啊 你先吃一匹就知道 吃一块 吃一块 来来来 这面条好Q弹喔 云吞一定要吃一下喔 对 来 请问 吃一块 吃一块 整只的鲜虾 这鲜肉啊 超级鲜甜滑嫩的啦 而且汤头啊浓而不腻 难怪可以得那么多大奖耶 有啊 还有这碗 这是什么 南鲁猪爽面 也很厉害吗 也让你好吃到身体 有耶 吃看看... 哎呦 筷子一叉骨肉分离耶 来来 吃看看 又Q又弹 满满胶原蛋白 好塞雷啊 还有这个京都炸酱撈面也是招牌必吃 味道浓郁香醇 这里的美食绝非浪得虚名啊 样样好吃 令人损止回味 战不绝口 看起来还不错 而且我跟你讲啊 虽然这几年少了一些观光客 不过这些经典的美食 依旧是大排长龙 我光那个云吞面啊 排了快一个小时耶 难怪你这次出差回来 比较有福相 我都吃太好了是不是 吃太多了 讲到美食 我们一定要问的就是美食家 徐天玲大哥啦 在香港还可以吃什么呢 这边的话就是有一家 就是他们是等于上是旧瓶装新酒 因为这个宾室啦 它是从1958年就开了 很久了 现在大概五六十年的时间 一甲纸了 对对对 然后其实非常好吃 那它里面最厉害的就是一个 柠檬茶的躯体 所以吃起来柠檬的香味特别足 而且香港的躯体它有一个特色 就是它奶油加的分量非常够 所以奶油的那个饼体其实是香的 那只要加上柠檬的香味 就更浓郁了 这几年台湾其实也有卖很多曲奇品 但香港的味道就特别浓郁 对不对 因为他们其实特色就是奶油 是 超浓郁 对 就算老瓶装新酒的一家店 对对对 OK 还有一个蛋塔 焦糖的蛋塔 焦糖 非常的厉害 上面有焦脆的这种脆脆的口感 是 然后中间很厉害 中间它是一个焦糖的这个流心 然后所以你吃的时候 小心要烫口 会流出来 对会流出来 很香的感觉 这个也是非常浓郁 吃的时候就有一种少女的幸福感 好温馨 变成少女了 那另外一家呢 另外一家叫大和堂 也没有特色 大和堂它这家很厉害 它其实最早的时候是一个医馆 是 前身原本是一个中医馆 是一个中医馆 对 它的东西也很厉害 它的东西是一个那个 也是一个曲奇 但它的曲奇非常有特色 它的特色是怎么说 它因为之前前身是一个中医馆 所以它的东西跟养生有一些关系 比如说罗汉果 对对对对 然后红枣 这些东西 不同的口味 OK 然后还有菠萝包 它也非常的厉害 一般的菠萝油里面就是加奶油 对不对 可是它的菠萝油里面它是加鸭肝 吃起来就是特别的咸香好吃 哎呦 所以香港的吃起来跟台湾的味道完全不一样 重点是这几家老店都有一个新花样 不管是在装潢或者是在整个食物上面 每次去的感受都不同了 真的 其实香港还有很多百年经典老店 百年的 讲到这种经典的话 德高望重的小胖哥 你推荐我们还有没有什么电视币吧 我要介绍两家真的是百年老店 第一家我介绍这个 这什么你知道吗 这什么 豆腐乳 豆腐乳 看不太出来 导入 导入 我跟你讲 一般的豆腐乳就是 早上不是夹个面 只要配稀饭 那不然就夹个馒头 对对对 现在都变了 完全变了 这豆腐乳变成什么呢 变成一般的我们的粘量 你可以炒羊肉 你可以炒空心菜 入菜就对了 对入菜用了 甚至你看新的 除了豆腐乳 还有这什么 沙爹酱 沙爹酱也有 对 你看变成我们老店新开的时候 就发现说 刚刚天宁哥 老店装新酒 我跟你讲 里面的东西还是很传统 所以我们到香港 其实吃了很多茶餐厅 很多菜的味道 回到台湾无法复制 你干脆就把酱料直接带回来 对 那另外还有一家店 公和堂的桂林糕 是 很特别 怎么样不一样 它的中药味十足 但是它不味那种 那种嗆味 那你要怕苦的人 你知道他现在还有做法 加了一些蜜糖 淋在上面 我给你讲 就有点像吃布丁 慢慢的一糖一咬 我给你那个扎实感 吃完以后 喉咙会很快乐 就传统的百年老店的老滋味存留了 老店新装 同样也有不同的特色 都非常值得一场 这个是经典组的部分 所推出来的 艺文的部分 那我们电视场的部分 持续看下去 那如果是新潮的部分 要回到了西九文化园区 哎呦 香港故宫也在最近开幕了 没错 现在时下最潮流 最夯的地方 就是在西九文化区 那当然不是只有香港的故宫博物馆而已 还有像是 Empli的视觉文化博物馆 对 除此之外呢 还有隐藏版的夜景可以看 所以我们先不多说 马上带大家来看一下PCR 中落维多利亚港旁的西九文化区 不只绿于盎然 更是香港最新 涵盖范围最大的艺术文化据点 这里结合了美食 购物 休闲 光踏进这里呢 就让我感觉文化指数瞬间提升 就算是三日不读书 也还是书卷位十足啊 金凯哥 是 你想要新潮是不是 要够新 我给你一个超新 2022年全新开幕的香港文化景点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香港现在也有故宫 可是这故宫跟我一般中的印象不大一样 它不一样 可是呢 它可是向北京故宫致敬的哦 外形感觉很时髦很时尚 但是它里面展出的东西一样精彩吗 里面的作品超级精彩的 而且呢 这个地方还是现在香港最新 网帅网红必来的打卡景点 网帅是说我吗 还有我 走走走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外形设计处处别具巧思 来到场馆里面呢 更是能细细品味这些一级文物珍宝 一窥明清时期的紫禁城 跟清代宫廷生活之外 最让我惊艳的是 透过结合多媒体的展演 这里的故宫竟然还可以躺着看 让我跟乾隆皇一起做梦 真的是太有趣了 欣赏文物展品之余 这边也有个放松的秘密景点 海景第一排270度 毫无遮蔽物的观景平台 就在故宫里 也因此吸引了不少年轻人 前往打卡留念 君凯哥 逛完了故宫 西九文化区这边呢 还有一个你绝对不能错过的最新景点 就是这里吗 就是M+. M+. 为什么叫M+. 因为它是Morland的Museum 所以M+. 对 而且这里呢 是香港唯一的当代视觉文化博物馆 光听你讲完这一串 我自己觉得我都时尚了起来 是而且最重要的是 这里还有一个隐藏版的天台花园 可以让你俯瞰360度 维多利亚的美景 超漂亮的 M+.大楼有17000平方公尺的展览空间 不但有多个展厅和戏院 还有个天台花园 更可以保览维多利亚港两岸景色 这里可以说是欣赏维多利亚港天际线美景的绝佳地点 从白天到黑夜 眼前的风景随时变幻 其中日落十分的梦幻一刻 更是到这里不容错过的重头戏 晚霞照耀着维多利亚港 这种感动只有亲自到现场看过才能体会 哇 香港现在最红的 最红的西九 而且也是最红的欣赏夕阳落日的地方 你很吵 这个more than a museum M+.到底还有哪边更more呢 其实我真的很特别喜欢这个M+. 就是视觉文化博物馆 因为其实你光是从它的建筑物到里面的展览 真的是让你满满的视觉的冲击跟饗宴 那其实它是本身的 刚刚可以在画面里看到 它是一横一重 总面积高达六万五千平方米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大型的展览馆 然后它从外形 因为它是有点清水模 然后就是那种灰阶的色彩 其实很多人都很喜欢在外面拍照 然后它刚刚有天台的花园平台 这个平台其实它有很多各式各样几何造型 有圆形的还有方块的 其实当时我就去找了这些景色来拍照 都是IG上面打卡非常红的一些景点 隐藏版的 当然里面大家就知道 因为它是比较现代艺术 所以它其实里面有包括绘画雕塑水墨 还有一些流动的影像 那它随时不同的 随着不同的季节跟时间 它会有不同的这个展览展出 那现在一直到就是 大约是在五月底的时候 就是有这个草菅迷生1945至今 对 因为大家知道 最近草菅迷生跟那个法国的名牌合作了 它现在真的非常非常的红 那当然日本的这位草菅迷生大师呢 他在日本有很多很精彩的展览 但是这个是除了日本以外 海外最大型的展触 不用飞那么远就可以看到了 完全不用 所以你来这边呢 你就可以感受到视觉的饗宴跟冲击感 非常非常棒 充满各式各样的文化气息 那除了西九文化区以外 如果大家还想要更多 更有文化 更有艺术感的话 再推荐加码一个 就是香港艺术馆 这是跟刚刚的西九文化区完全不一样 它其实是有点像是刚刚讲的老的景点 但是重新又老醉活化 因为香港艺术馆它是在1962年 香港第一座美术馆 对 它是当时第一座 所以很多人说香港的艺术跟文化 其实是从这边开始的 它是不是在西九文化区 它是在尖沙嘴 尖东那边 就是大家很熟悉的 星光大道旁边而已 那这个地方它展出的就是比较特别 它是以香港为出发点 但是用香港的视角来看这个世界 所以里面有古今 中西 香港 国际 都是一个对比的感觉 然后有四大馆场 所以如果大家真的很对于艺术 对于文化很有兴趣的话 其实尖沙嘴那边 不是只有吃东西买东西而已 就不妨来香港艺术馆走走 你等于是这一次 把香港所有的艺术殿堂 全部都搬出来了 目前所有的游客 还有所谓的文青 或艺术工作者 都一定要朝圣的地方提供给大家 这里甚至你可以从白天一直待到了黑夜 刚刚夕阳还有夜景都非常漂亮 那待到晚上就要找地方住 那接下来就问小子了 来来来 沿着维多利亚港的海岸 我们有没有办法找一间 同样可以拥抱维多利亚入眠的饭店 当然有 就是晚上我就直接带大家入住这边 就是可以坐拥最美天际线的地方 哎呦 坐拥最美天际线的酒店 到底哪一间 休息一下